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薄皮炸鸡很入味却少了油腻感 外面的你会觉得大部分比较华丽 可是其实实际吃起来我觉得就是 没有那么的有味吧 我觉得它们的就是看起来可能很普通 可是吃起来就是特别有种 就是不知道让我觉得很怀念的感觉 确实这间小石棠没有抢眼装潢 餐点摆盘也都很朴实无华 却蕴藏日本家常味 我之前其实在日本白海道旅居了六年 我觉得我真的被那边的北方大地的自然 所深深吸引 所以我回来台湾以后 我想要尽量提供给客人新鲜的原汁原味 笑起来超有亲和力 他就是食堂主人小碧 经济系毕业后曾当过上班族 六年的札幌生活 让他决定开启创业人生 他观察到台湾的味噌汤口味偏甜 怕台湾人喝不惯日式咸度 用柴鱼汤头跟蔬菜带出汤的甜味 但说起生意经 一张娃娃脸也是一大考验 都会叫我妹妹或是服务生 或是就是认为说其他人才是老板 外界对于厨房都是男性做主的印象 至今还很普遍 但小食堂秉持热爱料理的心 在喧嚣的台北都会区 继续端出家庭式日本料理 只要客人吃得开心 他就满足